今天的指甲教學會用Pretty NYC這個牌子 我手上這個就是它們的Popular Kit 裡面有四支指甲入 一支Top Base Coat 另外有三支指甲入 淺膚色的一支是222的CORONATIONS 我想用來做French Nail會蠻好看的 這支我很喜歡 我覺得好像有些金色的質感 好像朱古力蛋的糖紙 我覺得這顏色很特別 這支是673 Hearty Water Lill 它很有趣 是上冰的顏色 但帶一點點紅色 另外還有這支 這支是什麼 369是Magic Man Iris 是一支很深的紅色 這支如果塗兩層 看來就像用黑指甲油 不過是有一個紅色的Undertone 另外還有它們的Top Coat 這個是2-in-1 Base Coat 和Top Coat 我也用過一陣子 這支牌子的指甲油 這支牌子為什麼我覺得好呢 我平時用OPI的指甲油 我一擦乾淨 就一定會變成灰色 我想在指甲油 太小的時候 就把指甲油 放進去 我的指甲的表面 就弄得它 好像帶一些很暗的 暗牙或者黃 但我用了這個Top Coat 之後是比較健康一些 因為它有很多 這個法學成份 都是撇除了 是沒有用的 它是GOT Free 又是100% Vagans 的指甲油 大家可以安心使用 那這個 它們的牌子 就說是可以給孕婦使用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很安心使用的品牌 那我特別推介就是 一定要選一隻好用的Base Coat 你怎樣都好都要 at least 塗料有位置漂亮而已 那我沒有說要 真的傷害了我這麼漂亮的指甲 對 始終大家都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那今天的指甲 教學呢 我就會用這兩隻顏色 那當然我會用它的Base Coat 就是這樣 留一提大家 那我們這次這個指甲教學呢 你還需要這支Dotting Tools 那我就在銅鑼灣的 一些賣指甲油的樓上店買的 那它有四個Size的 那這支是最大的Size 不過很便宜的 都是10元一支 那兩邊一個大一點的頭 還有另外一邊小一點的頭 這次教學呢 就特別需要用到它啦 好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那在準備塗指甲油的之前呢 就一定要先塗一個Base Coat 那我就 免費大家時間就已經預先塗好了 那之後我們就塗這一隻香檳金色 就是我最喜歡那支復活蛋紙的顏色啦 那你看到它塗出來呢 效果其實一陣子就已經很實色了 而且是很閃的了 我想這支會很多OL都會喜歡 因為是比較Suttle的顏色來的 那塗完整隻手之後呢 那其實我已經預先做好一邊了 那對了 這個就是我們之後會教大家做的這個花啦 那我會用粗那邊的Dotting Tools 去做一大的點點 然後小的Dotting Tools 就會去做小那一行的點點 那大家看看效果先 那對了 開始之前呢 你先要準備一張紙 還有你那支深色的紙甲油 其實不用用這隻顏色的 你自己喜歡什麼顏色都可以 那我就選了一隻 沒那麼容易吸收紙甲油的 一些Gaussi Paper 其實普通紙都可以的 不過就可能會 即是很快就會很稠 那些紙甲油 所以我就選了一隻Gaussi的紙 那之後就把那個點 就逐點逐點 點在那個紙甲的端端 兩個點就最好就黏住大家 那黏不完都可以之後 之後就效補一些 那些洞洞洞洞的自己 那你就隨便點點點 就做到一個好像波浪型的French Tips 那之後呢 我們就會用小的那邊 在兩個大點點的中間 有一個Gaap位的 那那個Gaap呢 你就可以點一點 在那裡每兩點中間點一點 那拿個份量呢 還要可以多一點點 因為呢 這個花蕾蜜 就好看那個 下面那盒小點點的圓形 就不夠圓的 那我在這裡呢 就有個小技巧 你拿那個 嗯 份量呢 最好拿多一點點 點下去的時候 那個圓點點呢 才會夠圓 和飽滿一點 如果不是呢 你們可能要點兩次 那 就 可能效果沒那麼好 那 所以拿多一點點都不重要 那 那好了 我們已經弄好一隻 那之後弄了第二些 那我已經弄好全部的手指的了 那我看到它下角 那最後一個步驟呢 就當然要塗這個 TOP COAST 那 塗TOP COAST 其實也有一個技巧的 首先 你不要大力拖下去 一定要 你要很輕輕力掃 因為 它其實也是指甲鏡頭 它也會 化開 拖走你底的那層 所以這步驟呢 你可以拿多一點點 就是 輕輕拖 那 就不會頂花 那 也要填 那個 你的指甲就會很漂亮 又保持得很久 搞定 那 希望今次 大家會喜歡這個指甲教學 然後 還有更多的影片 記得訂閱 訂閱我的頻道 就是這樣 拜拜